这个您可以给我们讲讲 你看这个就是这个邓博士拿来的 叫做JWST 后面叫做尾部 这个发射上去了 然后这个让我们看到了什么 现在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跨越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哈勃空间网友已经虽然成果封硕 硕过累累了可以叫做 开创了这个天文学从90年代开始吧 完全是一个新纪元 但是这个上去以后 就非常令人吃惊 吃惊的是什么 因为它口径大了 口径大了以后它分辨率很高 这是其中的一个 另外一个原因它是在红外波段 在红外波段的原因是 因为你看遥远的宇宙 都有一个我们叫宇宙学红移 对 就是所有的东西 就是早期的还有一些比较 有恒星形成环境 里头有尘埃啊 心机介质 它会吸收 所以你的光学可能看不见 这个呢 实际上这几幅图都是红外的 这个是wise 它口径是一个小口径的一个外形 口径多少我记不清楚了 这speecher大概是在一米左右 看的是同样一片地方 同样 完全一样的 完全一样的 你看这个 JWST 出现一个细节 这个细节是我们 真正想都想不到 比如说在speecher那个时候 跟哈勃是同时代的 中间这幅图 看到的 右边这幅图 你看这个细节 所以这里头实际上如果是 你要来比较这两个图的话 我觉得简直是 就完全是跨越了一个时代 对你来说 改变了什么 你以前对于这一片星空的什么认识 比如说很简单 你比如说你看这个 比如说这几个亮点 我认为是恒星 对吧 但是背景上 我以为是星际介质 但是你到了高分辨去看的时候 实际上里头有很多很多的新点 里头 但这些点有些是星系 就这些以前我们完全不了解 因为看不到嘛 你不能分辨它 所以这个一个是分辨率 就是因为口径大了 另外一个呢 它是在红外波段工作 比如说我们很多现象 比如说跟戏外行星 上面存在的一些 就是市区环境的信号 或者是有 智慧人生命活动的这些信号 是只能从这样的设备上面 才能发现 有人活动的信号 不是 就像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一个 有一个叫做金星的一个探测 俄罗斯的一个东西 它就是在金星大气里头发现了 就是零 零的一种信号 我们知道这个大气里头的零 零是一种参与生命活动的一种东西 你和弹磷甲的那个零 弹磷甲那个零 那个元素 零化氢 零化氢 零化氢这种东西 它会是一种生命活动留下来的痕迹 所以当时就很多人怀疑 说是金星上面 虽然没有办法生存生命 但是它大气里头 实际上大气的变化 它有一个温区 所以这里头有可能有某种生命 哪怕是简单的 因为零化氢 我知道那个鬼火 它就有零 就是它 就我看见了 说的就是它 说的就是它 所以它在那个里头看到这个鬼火了 那就肯定是 那就以前是不是就应该有生命了 所以这个就引起了 就是唠了一个乌龙 最后那个结果呢 经过大家认真发现 发现是对信号的解读 就过分解读了 您说这个 这我还有问题了 这个咱们是在新闻上看到的 就咱们那个FAST 就那个天眼 天眼 反正是发过那个新闻 就说收到了那个射电报 你们知道吗 快速射电报 快速射电报 不是不是 那个新闻 关于快速射电报 是它的一个科学现象的 它是跟这个我们刚才聊的话题相关的 是那个叫做 叫做载带射电信号 对对对 反正不管它是什么 我看的新闻就是说 也不排除是那个智慧 我稍微解释一下 远方的智慧生命 给我们发的那个无线电信号 对我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任何自然现象 就是无论是FAST能看到的长波射电信号 还是我们的这个红外 刚才说的红外望远镜 看到的那个 就是比光学波段更长的那个波段的电磁信号 还有我们的光学信号 紫外信号 X线信号 都叫做电磁信号 都是电磁信号 如果自然界里头 因为某种自然现象 产生任何电磁辐射的话 它一般是宽带的 就它有一定的带宽 然后人类的通信用的什么信号呢 用的是一个 就是有一定频率范围的 这样一种信号 这种窄的信号 比如说像我们的手机通讯 是我们知道数字编码的 像以前还有模拟信号 它都是 就是它的频带很短 很窄 如果你收到 用FAST收到这种信号的话 就有点像 就是我们无法想象 这是来自自然界 所以大家就怀疑 这件事情 就类似于手机信号的 这个窄的频段 不光是手机信号 很多人造现象 产生的电磁信号 都是窄波段的这种特性的 所以它就 把这个推论 就用到这个上头了 但是这个逻辑上 有点不够严密 为什么不够严密呢 因为我们现在并不知道 自然界的所有的物理现象 我们只是了解 我们了解的东西 还有很多东西我们不了解 对 你怎么知道 某种自然现象 不会产生这个东西呢 所以你不能排除 对于你们科学家来说 哪天得观测到什么信号 你们就可以认定 这是外星智慧生命 发的信号 它得具备什么特征 射电其实相对会更容易 就是未来我相信 我们最后能找到 如果是外星人 咱们说的是高等智慧生命 不是地外生命这种 如果是外星人这种的的话 其实很容易 你只要收到一个 就是不是随机的 这个无线电信号 其实基本上就很可能 就很可能跟外星人有关了 什么叫不是随机 就是有规律的 对对对对 有一定规律的 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 因为实际上就是CT 其实就是专门搜寻地外文明的 这个射电 用射电不断搜寻地外文明 已经有大概五六十年了 这已经过去五六十年里面 其实天文学家一直在 来自宇宙各个所有方向的 可能无线电信号 一直在做 做这些处理 最早发现有规律的 其实后来是发现是 毫秒卖冲星 就是FAS现在要做的 最开始还以为是 以为是外星人的信号 后来发现不是 是卖冲星 但是除了卖冲星信号以外 基本上 就是到目前为止 接收到了 可以说几乎所有的 无线电的这种信号 全部都是完全随机的 就是像噪声一样起伏的 但是可能有个别的 但是就也没有重复性 就那么一下 比如说想了一下 然后也不知道是啥了 但是如果 比如说像我们地球人这样 现在我们发射的这些 像我们的电台 电视台这样的信号 假如说发射出去以后 如果被另外一个星球上的 就是有我们现在这种能力的 这个色点网络接收的话 其实一下就能看出来 就主要有 那这样的就是 我们的信息传播 如果用电磁波 作为载体的话 它就是一两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两种 一种叫调频 对 调频网播 它就是通过改变频率 来把信号加载在上头 对 还有种叫调幅 对 就是它信号 一会儿大一会儿小 但是它频率是一样的 但是只是它的强度 相当于是 对 它的幅度 所以这叫调幅 两种模式 这种像这样的信号 在我们看来的话 是高度有序的 就是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人造的 就是说是有信息在里面的 对对对 就是很容易看出来 你比如说 比如我们常用的复列变换 你看它非常非常有规律 自然现象 它是一个宽带信号 就是各个频率上 没有什么特征 但是这么说 连规律也是属于 人类认知范围以内的 你何以知道 人家的没规律 是人家的规律 只是你发现不了 人家的规律 这太对了 这就是从我这个角度 就是我看见 当初我看见这个FAST公布 这条消息的时候 那个其实可能也是媒体的误读 实际上不是真的 是那个FAST的 那个叫做地域外 智慧生命搜寻小组的 一个负责人 他发布这么一条消息 对对 我记得是个科学家 那个还是应该是媒体的误读 按我知道的 我听到的应该是媒体的误读 其实不是 就是人家本意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那这是什么意思 他没有说 他其实没这个意思 但是 不不不 我希望他有点意思 有点 有点 有点这个 有点暗示 而且 而且暗示还比较强 他就说这种宰大的信号 可能 不是我们 知道的自然现象 他只这么说 他从另外一个角度 那就是非自然现象了 那不能这样 这样倒退吧 我们了解的 非自然现象 对吗 我们还不了解 你刚才说那个太对了 就是我们所谓的规律 也是我们迄今为止发现掌握的规律 对不对 对啊 还有些规律可能还没掌握 对 人外星人没点 人跟你节奏不一样 人就啪 哎 哎 你怎么就 我做一个很外行的人的感受 就是我看有一些天文上的 这个突破进展 基本上就是天文望远镜的突破进展 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天文学的这个进展 或者说 我有一种可能不是很恰当的比喻 我感觉怎么 天文学有点 有时候我感觉有点怎么像考古呢 就是说 你就是理论物理学家 你在那算 你爱因斯坦也好 那个狄拉克也好 你算 然后你在家里就能感 就你能算出很多东西来 应该是那个样子 然后你必须 那就像这个考古的说 我觉得史书上 可能应该有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那个 做天文望远镜的 就是真的要去嚼 就要去现场 它要挖出来 我要看见 我要看见 我要证明接收到这个信号 它才是 然后这是两个分支 在朝同一个方向努力 只有当他们的发现合上了 我理论也觉得是这样 然后我那也看见了 证明了 这个东西才是 觉得是比较确定的一步 跟考古有点像的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其实都是很到以前的事 对天文来讲 其实随时随地 它老会发现一些 大家以前谁都没见过的东西 然后你想都没想到的东西 有人真的关心小行星撞地球的事吗 这个当然还是有的 小行星撞地球 有这个危险吗 有这个危险 实际上就是 最简单的 其实你就看月亮就知道了 月亮百万七十米 全都是坑 对啊 那么这些坑 绝大部分都是被砸出来的 就是月亮表面的这些坑 有一小部分 有很少不到10% 大概是跟以前的火山有关系的 现在好像已经能够认定 这证实就是说那个 墨西哥那边叫什么 尤卡半岛 对尤卡半岛 那个坑 说就是六千五百万年前 就导致 就很有可能是导致恐龙灭绝的 对对对 那个内地多大的一个 那个是一个大概16公里大小的 一个小行星 一个 而且是一个大概金属 因为当时之所以 发现这个事 其实当时就是因为 在对应百恶纪的那一层土 比较发红 当时是一个美国的物理学家 去意大利玩的时候 其实是看到这个现象 然后回去问他 然后大发跟他说 你去测 测完以后就发现 在这层土里 之所以他发红 是因为他有一种 一 就是金属一 一字旁 一或者一 一个金字旁 金属一的含量特别高 后来发现 这个现象 不光是在意大利这个地儿有 其实在全球 好多地方都有 那结论是什么 结论就是说 地球 整个地球对应 百恶纪那一层土 其实都是发红的 整个这一圈 算出来以后 应该是一个 大概16公里 左右的一个金属 含金属一的一个小天体 撞击造成的 整个它会变尘埃以后 把地球 罩住几年 就像河冬天 道理是一样的 其实他文章发表 过了几年之后 就是有人在墨西哥湾附近 尤卡塔半岛 就是地质考察的时候 就发现一个环形的结构 这坑的大部分 已经是在海里了 但是 但是还有一部分在岸边 就这坑直径180公里 就基本上和原来 人家这个预测的大小 是一样的 测试太年代 就是6480万年前 那我们今天的 这一代文明 这个系统的文明 有没有可能 遭受什么 天外的小行星撞击 导致灭绝的可能呢 就是理论上这件事 是一定会发生的 就是如果你不管它的话 大家不要一听小行星撞击 就小行星撞击球 就觉得我们就那个 其实没事 就是它跟大小有关系 就是说 对吧 它越大 肯定是危害越严重 但是呢 它发生的概率就越低 它越不容易发生 你像恐龙面诀的这个 大概平均一亿年发生一次 就是这是我们知道的 你能算 因为我们现在根据 这大小分布 包括你去数越南上的陨石坑 都能数出来 就是说 基本上这个是知道的 然后比如一公里大小的 那可能大概是在 一百万年左右发生一次 因为我们现在 观察能力比较强了 就如果有十几公里大的 就我们肯定会提前 怎么也提前个几十年发现的 但是小个的 其实是很多的 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 第一个被发现 要撞地球的小行星 就是叫2008TC3 就是2008年10月份发现的 那个发现完了以后 大概二十几个小时 就砸地球了 砸了 真砸了 真砸了 我们现在天管 还有一块陨石 它是一个大概四米 四米大的 就是基本上 就这么大根的一个 所以它掉下来以后 其实它会有一个碎裂 碎裂以后 其实变成了好多陨石 落到地面上 所以当时 到达地面像 因为地球有个稠密的大气 其实地球有自己的保护 天然保护的 比如刚才说的 这种四米大的东西 如果到地面 还有四米 那就非常危险了 它在空中就炸了 因为它跟大气发生摩擦 然后就碎裂了 我看是NASA 还是英国太空计划 他们已经在实验 故意地去把两个小星星 质量比较小的 就看我们能不能 把它们给爆开 就是说我们把它们给推开 已经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了 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 我的感受就是 谁让你去干这事了 万一掉在我们这怎么办 其实从1997年开始 就是天文学家 开始发现 撞地球概率不是零的小星了 外国拍了一电影 叫《不准抬头》 好多人聊这个电影 当年我们俩 就是坐这个《枪枪行天下》 到这个哪儿啊 到希腊 到希腊 在他们一个博物馆里 他们的一个雕塑 今天人看起来 就像抽天雕塑 就像抽象雕塑一样 然后那个导游就说 这叫仰望星空 就是他那个人 就是这样 全是这样的 全是这样的 后来我就记得他在说 他说我们今天 都是低头看手机 对啊 那天我看见一个古代的 一个算哲人吧 他就讲 他就说这个宇宙 为什么我们感到非常好奇啊 他就说太大了 不成比例的大 他说简直就是 我的感觉就是 把我们吞没了 就是我们 当我们知道 宇宙那么大的尺度的时候啊 你觉得你自己像个原子 这都说大了吧 地球原来 这你两个原子 就是 就是 原子都不成 对 对啊 就是我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看那个杨振宁 一个短视频 他们就问 就说你相信 有没有造物主啊 他说那个 我不相信有这个人为的 就是说一个人格化的 这么一个神 他说但是呢 确实感到很惊讶的 就是说 这么大的能量 这么大的这个能量 这么大的距离 它有什么必要 不是 有什么必要 是我说的 他就是 一方面神秘的是 按说呀 你完全不能了解它 可是呢 对对对 物理学家又告诉你 就是说 它神奇的地方在于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 它按照我们的规律 算法 运转 是吧 也就一百光年 百亿光年之外的 它不违反广义相对论 你说 那你这么一个 连原子都算不上的 这么一个渺小的 这么一个生灵 你能推断出 它就比如说 当时说最早 这个天文观测 说西方的天文观测 他们最早的一个惊讶 就是说 原来我们看到的宇宙 都是相同的物质组成的 嗯 这个能这么说吗 能啊 就是最早的 大爆炸宇宙学 对 特别特别简单 出来的物质 轻之类的 最早 最早出来的就是 比如说 大爆炸出来的时候 一直到恒星形成之前 很简单 有氢 就是氢不就是质子吗 对 原子的核 只有一个 一个质子 一个质子 然后有个电子 这个叫氢 然后有氦 氦呢 当然有氦3 有氦4 大部分是氦4 然后还有 非常非常少的理 就这么多东西 然后其他东西 都要经过 恒星演化以后才有的 所以宇宙里头 最早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几个东西 对啊 它那么大 但是实际上 就是由基本上一样的物质 组成的 这对我来说 就对天文学家 就是现在我们天体物理掌握的知识来说 这个相对来说 还更 比如说 我的疑问是 我们人 对吧 就是这么几些东西 碳啊 氧啊 就水嘛 就这种东西嘛 对啊 那个DNA 它就靠这种 很少的几种元素 把它弄得这么复杂 比如说为什么我跟朱棋长得不一样 对吧 甚至 甚至还有 生物多样 这是很难的 生物多样 这个 这个实际上 就是理解起来更困难 人肯定比宇宙要复杂的多 你刚才那个问题 从天文学角度来说 那你 宇宙比人要容易的多吗 它非常简单 这几个物理规律 直接就什么都算 我跟你说 这邓博士说的太好了 这邓博士说的就是 我看到的那本这个论著啊 它的下半句话 他说一方面呢 你要仰观宇宙之大呀 你就觉得你没有存在感了 就是小的像个原子 可是另一方面呢 你也包括一个宇宙 因为咱们就不说别的 就是这个大脑的这个神经元 这里面的这个神经元之间的联系复杂 就是这个大脑 现在这个仅根据科学发现的神经元之间 甚至组成神经元更小的 基本粒子的层面上看 它比宇宙的复杂一点都不差 那么也就是说 你自己 你内容 你都觉得就人体内在的比宇宙还复杂 比如太阳 地球让太阳转 你知道它是怎么转的 你永远都 我一下子能算上几百年以后 只能算上几千年以后 但人其实不行 你比如过五分钟以后 咱们每个人想什么事 自己都不知道 任何人都不知道 这个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东西的认知 可能还不够 但我觉得 但是天文不是也很奇妙吗 就是你们其实不断地在刷新自己的这个知识 然后通过望远镜的这种这个发展 不断地把你之前那一代人认识的东西可能彻底推翻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爆炸起源之前 我们整个宇宙是一个非常小的电子质子还是什么 我们一般不用这个起源之前 因为这个时间 对就没办法说 它是个时间的起点 对 起点 不是不是起意 就是开始的那个点 再往前是没 就是仅仅只有数学意义上的 对 这个定义 实际上的 因为它既然是起点 因为时间它不会往回数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对 那作为天文学家 你不关心数学之外的存在吗 应该是说 必须关心 实际上我是这样的 我个人的这个成长经历 虽然我最早是做偏理论的一部分的 选学研究的 不是 那倒不是 开玩笑 开玩笑 我当时学理论物理 对 然后上研究生的时候 是做偏理论的恒星物理 然后在国外上博士的时候 学的是纯粹的就是 计算机上面的 去研究恒星的 叫恒星演化理论 理论 那回到这儿 我们一起就开始做观测了 实际上观测 就是 真是特别好 就天文观测是 你知道我们现在所谓的位置 有两种嘛 一种是位置的位置 就是你 刚才说的 你可能是 你没有预料到的 还有一种叫已知的位置 我知道原来的东西 但我们从来没看到过 所以这是我们天文学家 比较确定的一个努力方向 我们同时还在找那种 我们没有预见到的这种位置 所以这个 比如说像十余天体物理 为什么现在这么新奇 就是以前了 我们不管是望远镜小也好 大也好 我们都是拍一张照片 再拍一张照片 然后去研究了个照片里的东西 或者是光谱 或者照片 都是一个时间点 但现在我们是 比如说我盯着这个地方看 我持续一段时间 就是我们说的时间窗口 因为随着时间的变化 它里头会产生一些现象 所以天文现在就是 一个是看见新的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发现新的原理 所以天文观测实际上最美妙的东西 就是是发现位置的位置 而不是椅子的位置 当然也很好 对 一君你刚才是想问什么 没有 就是他们有一种说法 不是说我们诞生于一个真空 然后产生了电子反电子 然后这电子反电子在一起就会 就没了 但是可能很多很多在一起之后 会有当中的一个会留下来 就形成了我们最早的一些 就是这个物质 那么这个理论实际上 就我们从后来 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哲学意义上话说 这个一画一世界 一夜一幅题这些 其实跟它有一种对照 不是也很奇怪吗 就真正的地上的万物 包括我们人体 所有这些跟天上的这些东西 它真的是有对照 所以你看我们文科生 觉得你那个我们都瞧不上 我们要一研究就研究 根本的 根本的大的问题 这能有所比吗 还是一种误会 我觉得不可比 因为我这个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 我就是坚决反对这种东西 因为这个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件事情 科学来说的话 我们要做科学 我们要讲证据 逻辑要对 要有理论去支撑它 然后能够产生预言 就是科学就是能够被证伪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你还能够预言 你比如像你拿那种什么 你刚才说的这个 一划一世界一杀一剑 对 像这种就是没边的 它可以 不不 这种诗变它是可以 没有东西去支撑的 完全自由想象 但是科学不能这样 对吧 对 你刚才说 你刚才举那个例子 你不能拿来支撑这个理论 为什么 你说一个正电子 一个负电子 你碰在一起就没了 不会的 它一定有别的 对 因为这里头我们现在知道的 肯定是有 就是淹灭以后 对 就正负的东西淹灭以后 它是有个能量 对 对吧 有γ光子出来 γ光子本身 它也可以蜕变成一个正负电子队 或者是正负什么别的粒子队 产生这个 产生这种 这种互相转换 我们有物理学 比如说最基础的 就是几个守恒定律 所以这些东西不是说 什么东西可以无中生有 或者从有变 完全变得没有 对 它一定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凡人的好奇 这个好奇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我觉得 太多的 咱们不是专业科学家的人 他喜欢这么解读 但是我知道 就是说 文学性的语言 和一个实证的 一个科学 比如说同样是 无中生有 不能因为几千年以前 有一个圣人 说了一句 无中生有 那么我们就说 他早就发现了 对吧 宇宙诞生的秘密 只是 对 巧合 他等于只有大胆 假设 没有小心求证 但是就说 我们 这我又觉得 这是 这是我们啊 对宇宙感兴趣的原因 还是应该抬头看 你老不抬头看吧 实际这辈子活得 有点吃亏 就当然 我也不相信 到死以前 我们能了解 宇宙的秘密 但是我觉得 能多知道一点 就没亏啊 生命就是几十年啊 就是 你比如说 他因为他关系到一些 可能你这个 就实际观测的科学家 是不是不关心 这些问题 我非常关心 这些问题 因为我觉得 这些问题 跟我该怎样度过 人生都有关系 比方说 我也关心 对 你有关心 所以我又给你探讨 我觉得这里面太多问题 比如说 说那个引力波 那个 LIGO 就探测到了 十几亿光年外吧 两个黑洞 引起的这个引力波 你知道他探测的 这个精度啊 都到了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空间 咱们就说 水波我们能理解 扔块石头 哗 这个水波纹过来了 但是他说引力波 他们这么打比方 说这么这么过来了 怎么样能测到 有这个引力波呢 就说他那个 那个空间的那个形变 说是 比一个原子核的 是不是一千分之一 我记不清了 这是一个很小的量 比一个原子核的 多少分之一 那么小的一点这个变化 采光树 他那有两个B 两个B呢 他就测量 空间朝着这个方向的变化 和朝着那个方向 这是引力波 它的性质 你必须要两个垂直的方向 去探测它 这个B呢 大概几公里的量级 但是他现在 几公里的量级 以前是失败的 就LIGO在升级之前了 他是做不到的 对 因为那个太小了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具体多少 因为我不干这个 但是我知道这个 大致的原理 他就最后是 非常聪明的人 他设计了一套装置 让这个光 在里头来回的反射 反射多少次以后 相当于把这个B 延长了很多很多 对 现在你比如说 对于三公里的变化的范围 你完全不可测量 因为太小太小了 实在是 但是你如果延长几十倍以后 它这个东西也放大了好多倍 所以测量就容易多了 所以最后它的成功 是靠这个东西造成的 但以后我们还有别的手段 比如说对不同的天体的变核 变核事件 就是所谓引力波是怎么 什么东西产生的 就是引力场发生变化 对 但是这个我就说 引起我们的这个思考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你说水波 那它是水的逐机推动 那电磁波 那它是电场磁场的 它是有物质 载体的 对吧 这个引力波 就是空间里的波 那么它是 时空 对 那就是有直接关系的 那空间是什么呢 你对这个不感觉 空是什么 什么是空间呢 什么是空间的 这是什么在波动呢 这个像我们这个外行就不理解 说引力波 相当于是 相当于这屋子它在它在动 所以实际上 或者是那尺子在动 所以它一动了以后 所有东西都在动 就是等比例的动 相当于 就等于那个波 经过我们身体的时候 实际上 你也不易察觉地 形变了一下 对啊 不光是这样形变 它是整个空间 就像坐标系在那动 对对对 你比如说等比例的 你比如说你变一厘米 对吧 这个房子变一厘米 然后你比这个房子小十倍 你就变一毫米呗 它就整个框架在那变 那这个框架是什么呢 你们想过空间是什么吗 这个就需要 空间是什么呢 问题是 它里边有什么 你那引力波的介质是什么呢 现在光还可以是光子呢 它可以粒子 它可以在没有东西的地方传播 对吧 所以这个是后面亮 引力波是什么的波动 你能解释吗 就是时空嘛 就是从它道理上说 是时空的波动 在同一个瞬间的时候 在这个方向 比如在这个方向压缩 在另外一个方向会伸长 然后这件事 是以非常高的频率在变的 那这样的话呢 它去测这个两个方向以后 我真的把这个变化给它测出来了 但这个测出来 其实就是因为空间变了以后 实际上它 比如这个屋子现在 我拿这个屋子当尺子 来量我们现在每个人之间的距离 但是这个尺子变了以后 我们每个人之间距离都相应的变了 都同时的变了 按比例的变了 所以它实际上测的是一个 相当于这个空间的波动 在这不断的在这 这种波动传过来以后 然后造成了我们的 所有的距离的变化 你说神不神 就也许我们天天 我们这个房子它有变化 但是我们感觉不到 只不太微小了 对对对 就可能比如说他过来 这波纹 你的脑袋花就扁了一下 就过去了 是吧 他这跟测量有关 就是他包括对长度的定义 包括对怎么定义 所以我需要拿光速去测 拿光速去测 而且您刚才讲这个黑洞 还有一个科技新闻 就是上次您在冷湖 跟我们讲的 拍到了第一张黑洞的照片 第二张也来了 很快第二张也出来了 还是同一组团队 是吧 对 拍到了银河系中心的黑洞 实际上拍这件事情 主要是洗照片 耽误时间 对 对